Hello 我們終於是柴人了 今天帶大家去試一下 在九龍灣新開張的婚宴珠貝店 就是王虎一號 不要說太多 我們快點進去試一下 好 好漂亮 我已經吐了這三樣東西很久了 大家看看 真是色香味俱全 而且看到令人食指大同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 這個蠔王圓隻 鮑魚 看到都流口水 它是來自南非的六至八口包 湯底是用老雞 火腿 糖排 雞腳 豬皮 等等這麼滋補的原材料 去熬 而且是咬了六至七個小時 這麼久了 是不是我說到你都很想吃呢 是啊 好啦 總是不宜遲我們馬上試一下 好 好 好 第二道菜呢 這個就是叫做海鑊灰煙鍋 啊 灰煙鍋啊 是啊 煙鍋方面呢 它就用上等的入褲煙鍋 嗯 然後醬湯它就是用了火腿 老雞 赤肉 等等的名貴材料 醬湯還要多久了 就是要多久了 哇 其實它喝汁就比較多了 但是鹽鍋真的很爽 是啊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快點試一下 好啊 好啊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煙鍋 嗯 那那個是什麼來的 最後這一個呢 這個就是翡翠帶子蝦球 帶子和蝦球都是零紙 帶子就首先會用十分滅油 先煙鍋之後再煎香 這樣就可以鎖住帶子裡面的草粉 這樣就會更加香 嗯 快點試一下吧 是啊 我們快去試一下吧 好啊 接著呢 我們介紹第一豆和小菜好嗎 好 它就是名稱帝王蝦球 帝王蝦球球那麼加勢 是啊 聽說的名字都很厲害 嗯 它就是用了16-20級的大蝦球 而沙律醬也挺特別的 它就是用了芥末 嗯 大概到3.6度 蘋果粗 再加上煉奶製成 哇 即是那個沙律醬 也包括這麼多種不同的醬汁 很功夫的 嗯 嗯 嗯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這個呢 就叫做故宮 為什麼叫做故宮呢 其實它就是以前給王蝦吃的菜式 嗯 嗯 其實我覺得它的擺切都很像一個故宮裡面 即是很豐富 可以看到它的食材是很多 很足料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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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跟著呢就到我介紹這個百里香梅牛腊牌了 哇 這個好厲害的 因爲呢 是用這個美國的3A牛去製 是用3A牛的這個牛腊牌的 不過3小時之後呢 才用些生粉去炸的 用了一些生粉之後去炸 炸完再淋上百里香汁 还有这个感觉比较清香 如果用一些浓郁的酱汁淋上去 可能会抢了牛的味道 而这个清香的味道是刚好 可以带出牛的鲜味 是否没有介绍错呢? 没有,没有介绍错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介绍了这么棒的食物 那我问问你们 如果你们有机会放酒的话 知不知道选哪里呢? 那是王府啦 好了,我们乾杯,乾杯 今天很开心可以采访王府婚宴专门店的老板 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今天可以采访你,我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陈博士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王府婚宴专门店其实时至今天已经营业超过10年 而且这间的九龙湾分店已经是第18间的分店 他说王府婚宴专门店在香港是区区都有 香港人吃起来是很荣幸的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令你想开设王府婚宴专门店呢? 在2006年的时间 我察觉到香港整体的婚宴专的气候有点转变了 年轻人为了一个体面 成帝的婚礼不胜一针千金 希望在酒店那里费酒 我们留意到酒店提供的 给新人的资源也有限的 基本上我们在我们的王府那里 费酒的布置各方面也齐全的 给食物的质素也很优秀的 没错,其实刚才我已经试食了你们的一些菜食了 我觉得除了好味之外 摆设计也很精致 简直我觉得是有高级酒店的享受 所以我们创意领先 以酒店的价钱和酒店的水准 发展到王府分店专门店的路线 在市场是目光一面的 我知道陈博士 你在饮食业的经验也带过王府的年龄 是的,我们在饮食业已经是三十多年的经历了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亲自去做 更可以保证王府将最好的质素给到新人 陈博士,多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你这句话除了给很多饮食业的同仁 有很多鼓励之外 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觉得真的用心 还有是有这个创意 就可以做到自己上族 而且是可以成功的 多谢陈博士你接受我们的帮忙 希望你生意兴隆 下一次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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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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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